马六甲黄金港发展商因为不满 政府撤销港口云印执照入禀法庭 向政府索取1390亿令吉的赔偿之外 更要求交通部长陆兆福两个星期内回应 陆兆福今天就透露 他目前还没接获对方信函 并指责对方的行为不合理 另一方面陆兆福今天早上 到位于雪州万劳的史格米工厂巡视后 见证国家基建公司和史格米运输工程 有限公司总值3亿300万令吉的签约仪式 合约阐明史格米会在两年办理 维修单轨火车的五辆有问题的四节车厢 同时会增添新的七辆四节车厢 随着双方签约合作 这代表双方持续一年的法律纠纷 也告一段落